佛光照大地 法西满人间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彭爱伦 欢迎收看人间新闻 高龄96岁的居士 陈君子 长年以来每天的抄金 送金 累积抄写的经文不计其数 为了要让更多人能够借由手抄本 感受到不可思议的殊胜 普贤寺特别在十楼一文展览室 规划了特展 来跟大家分享 陈君子居士是佛光山菲律宾 总助持永光法师的父亲 十年来每天以书法抄写经文 一共书写超过四百万字 字字 展现佛法真实意 这有难力 这有活动 每天都定时 定时 一直以后 以佛法 抄案 我也不知道 抄案最 大概是佛菩萨 给我的力量 受到星云大师一笔字启发 陈君子居士开始抄写经文 从心经 法华经 金刚经 华严经等等 诸多重要佛教经典 都成为他受持深入金藏的笔下修行法门 一个居士 他如何在信仰上 在深等 如何在信仰上 找到他的方向 找到他的目标 抄经 诵经 然后还有他的阅读 还有他的这个拜佛 这个都是他的早晚功课 那96岁的人 他都能做到了 所以我们实在当子女的也很汉颜 觉得说我们要效法光霸的精神 用最虔诚的心抄写佛经 透过作品的展出 让观看的人无不感受到庄严殊胜 进而进化 提升心灵的善美意念 人间卫视和光霸高雄采访报道 这种方向霸高雄采访报道